大家好 晚安 接著選用現場 我們先帶你來看這最新畫面 這是美國的氣候特使柯瑞 在昨天下午抵達到北京 那時期要上午 他跟大陸的氣候特使謝正華 在北京飯店這邊來舉行會談 透過外媒路透社所公布的一系列照片 可以看到柯瑞跟謝正華先是握手寒暄 接著就進入了會議的主題 央視新聞也進一步指出 中美雙方在今天開始 將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 深入交換意見 這也是柯瑞他是以美國氣候特使的身份 三度訪問中國大陸 美國媒體 美國之音就分析了 柯瑞跟謝正華將會重啟 兩個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之間 陷入僵局的談判 好 持續要來看到的是 現在美中之間呢 其實還是有在科技上頭的 這些攻防角力 中國大陸就先前宣布了 要限制半導體的關鍵材料 加根者的出口 美國國安的國安顧問蘇利文 他就表示說大陸此舉會是適得其反 大陸海關總署就宣布說 8月1號開始要對加根者 實施出口管制 對此蘇利文先前就表示 此舉會加強其他國家去風險的決心 同時也要尋求的是減少依賴 那也要增加自身供應鏈的韧性 包括了管制原料 好 美中之間真的是透過這些不同領域的對話 可以有所的破解雙方之間的僵局嗎 先前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財長葉倫 他在G20的財長跟央行首長會議 好 今天他是要在印尼這邊舉行 那葉倫在昨天就先表示說 他熱切期盼的是跟中國大陸 在中美兩國共同關切的領域繼續合作 葉倫在這一場財長會議的先前記者會當中表示說 美國應該尋找各種方法 進一步降溫跟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 那葉倫他使用的字眼是Deescalate 他強調的是要取消川普時期 對北京徵收懲罰性的關稅 現在來看還是有點言之過早了 好 不過針對這個美國的氣候特使柯瑞 訪問中國大陸大陸官媒 又怎麼看呢 這是大陸官媒環球時報 現在就分析說 這是一個月以來 美國拜登政府的第三位訪華的高官 這也表明著中美之間高頻率多領域的互動 正在持續的深入 那對於這一次柯瑞訪華 中美雙方都希望可以就氣候問題 來達成一些溝通跟對話 或者說之後努力方向的共識 那包括了中美在內的很多國家 因為這個夏天對他們來說 包括了對我們台灣來說 也都是苦下 因為在美歐很多城市都遭逢熱浪的侵襲 當然了很多的氣象專家都認為說 這就是地球暖化的一個實證 那氣候變遷恐怕現在連科學家也難以掌握了 那在這樣的關鍵的狀況之下 跟整個大環境的氛圈之下 可不可以讓全球都對於這一場峰會有所期待呢 就是期待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能經濟體系 在應對氣候變遷上頭有合作的共識跟成果 那官媒環石現在也進一步分析說 中美之間在應對氣候變遷方面的合作 不僅可以幫助地球 更是對中美兩國的關係來說 可以避免脫軌 但是這個環石也進一步的指出 美國國內還是充斥著反華的氛圍 因為有些議員他們指責柯瑞訪華 並且跟中國大陸展開氣候問題的對話 是對華立場的放軟 但是柯瑞表示說 如果現在沒有跟中國大陸溝通的話 就外交政治或者是常識層面來說 都是一個錯誤且糟糕的決定 好 其實說到氣候變遷 真的全球非常多的城市呢 屢屢高溫破紀錄 像是在日本這邊也是面臨的 猛暑日的威脅 這群馬線的銅聲市出現了 逼近攝氏40度的高溫 日本電視台就報導了 在昨天也就是16號的時候 日本東京的市中心涉谷這邊 氣溫高達了攝氏35.3度 已經是達到日本過去 他們所謂的猛暑日的一個標準 那很多民眾當然是防曬了 除了撐傘然後擦防曬之外 或者是躲到陰涼處 還是沒有辦法真的避免熱衰竭 因為熱衰竭送醫的人數已經超過了39起案例 那在銅聲市也就是群馬線這邊 出現了破紀錄39.7度這樣的高溫 也是日本今年其實夏天都還沒過完 已經是最高溫 歷史上最高溫的一個紀錄了 好另外來看到在加拿大跟西班牙這邊 也是履履創下高溫紀錄 那也因此也導致當地這個野火災情 是相當的慘重 美國、意大利、日本的高溫都是破紀錄 那在美國南部的佛州這邊 海洋說這邊的溫度 佛州海洋的溫度平均設施是超過了36度以上 專家也警告了這波熱浪 除了對生活有影響之外 電網當然也是個負擔 更會對經濟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高溫炎熱再加上缺乏雨水關係 加拿大野火仍舊不斷延燒 今年才過了一半 加拿大被燒毀面積相當於一個葡萄牙 總共發生了4088起火災 美國同樣也受到高溫災情影響 美國西南部地區熱浪 導致加州及雅力桑那州部分地區的氣溫 在未來幾天內可能接近50度以上 加州著名的死亡股 更是達到了48.3度 此外佛州海洋溫度 還因此上升到了攝氏35度 不只美國歐洲也無一倖免 也正面臨異常高溫 遭到地獄犬熱浪侵襲 意大利和西班牙高溫飆迫 攝氏40度 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 預計高溫恐怕會持續 當局也警告兒童 孕婦等高危險族群 當局也警告兒童 孕婦等高風險族群 恐怕面臨罹患高溫相關疾病的嚴重風險 這波熱浪不僅破壞生態系統 也為電網帶來沉重壓力 還可能衝擊經濟成長 根據研究數據 夏季均溫每上升 測試0.56度 美國經濟成長恐怕因此減損 0.15到0.25個百分點 記者 劉子瑜 綜合報導 記者 劉子瑜 維 維 維